明明是复兴航空不是你一个人的,知道吗? 是这些员工帮你打下来的 空姐崩溃,即时抢手,一样复兴两样情 复兴航空周二突然宣布解散 许多新航员工都是看新闻才知道公司已解散 上百名公司员工周四到劳动部陈勤必递出陈勤书 国家女不要看复兴航空 劳动部介入前身 劳动部介入前身 新航工会要求劳动部介入新航劳资争议协商 在开自场劳资会业上他们不认同我们录音 不认同我们做录音 甚至要求热收手机的这个方式我非常不认同 新航工会也要求修改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 不应该有劳雙方自治协商 让个别劳工承受面对雇主的庞大压力 而是明定由公司与工会出面协商 以前多名员工同时失业 但是即使与其他员工两样情啊 长荣航空周四举办招考新航机师说明会 就是万卫杂成啊 就是觉得公司这样突然解散 对我们来讲是不认同 复兴航空机师有望获得高兴言烂 但是其他员工何去何从却无人问津 你再次想想看我们怎么挺你 怎么跟你一起共度时间 新航公司无预警的解散 让我们这个新航的员工突然没有了工作 其实是没有散尽企业社会责任的 劳动部表示和台北市政府会从旁协助法务部 已经冻结新航的信托账户 动用支出需要检察官同意 并呼吁新航尽速与工会协商 生活中心 台北报导